我们先腾讯的网友打个招呼 哈喽 腾讯的网友们 大家好 我们是 Tier Boys 其实我们都 就是你们有非常丰富的春晚表演的经验了 然后觉得今年自己春晚的表演怎么样感觉 今年就是因为他每一年的春晚都有每一年的 就是不一样的变化了 所以今年我们也是就是演唱一首 追梦的歌曲 非常的有正能量 跟其他几位姐姐一块唱 对 今年的主题是 追梦 追梦的主题 那希望这首歌能够在春晚的舞台上更多人听到 那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唱 对 因为每年歌也不一样 然后表达主题也不一样 所以基本都是那种急急向上 然后开心热闹闹闹的那个氛围 因为我们有看到你们的节目吧 今年其实合作艺人体量还是蛮大的 所以之前的时候比如说艺人走位啊彩排的时候有好玩的取胜 有一次走台就是我们就是有一个升降 然后呢我们我们一开始站的地方就离升降有点远 然后突然大家就是开始唱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事情 然后大家就一块跨上去了 啊 王源呢还有其他地方 就这一个是吧 应该春晚其实是因为它是直播嘛 所以感觉上台前还是有挺多准备工作 可能刘海啊心态啊什么的 可以你们彼此上台前会互相叮嘱一些什么 现在倒不会了 因为毕竟之前三次都是直播嘛 所以我们现在上台就是 主要是带给大家一种有年味的一种氛围 给大家一种去拜年的一种心情 没有 其实我觉得春晚的舞台因为会彩排很多遍 所以到最后的正式表演基本上都是最好的状态 那只需要在上台的时候把自己状态调整到最好就OK了 你会有什么方式会让自己比如说兴奋起来什么呢 就是想着全国人民都在看所以就开心一点 先写了 上台先写了 因为会有连排很多次的情况 所以基本跟平常排练那些情况差不多 好像感觉春晚就是大家很多人的成长记忆 每个人脑子当中都会有自己特别喜欢的那个节目 就那一个 能跟我们说说你们脑子当中的那个节目 我小时候就是看春晚 就是有结文歌唱唱蓝天旭 我记得是有一年春晚有个魔术师表演 其实他可以控制那个金鱼 好像还到了画上最后是 我不记得但是就是好像有这么个事 天旭 我记得是有一年那个牵手幻音 就很漂亮很壮观 然后因为其实你又要上春晚吧 那可能年三十二和大家过 都没有玩玩和家人过 现在这块的调整上 还会就是一个遗憾啊什么的 其实就是跟全国人民一块过 其实其实也算是跟家人过 因为家人也会看春晚 对 就有一种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跟家人一块过 嗯 就是大年初一就回去了 所以一天就还好 嗯 就我还是跟简简一样 然后一段晚上 我跟爸妈妈弟弟一起开车回老家 嗯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都说小的时候的压岁钱 然后你们现在还记得那些压岁钱去哪了吗 有办法就是说给你收起来的可能 嗯 反正我爸妈小时候是说给我上学用的 嗯 对象呢 嗯 应该 应该还是他们在收着吧 感觉 嗯 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家小时候有个存钱罐 就是存我每年压岁钱 当然存钱罐丢了 对 嗯 以前我爸妈还是说都会给我存起来 后来也就没问他们 但是就差不多两三年前的时候 基本就都会都会给我了 哦 你算是难得归还的 嗯 好没问题了 谢谢